从收费单看 周女士在杭州美来美容医院 做了双眼皮埋线修复术 自体脂肪填充法令纹和苹果肌等 一共花了三万四千多块钱 现在已经恢复了三个月 她感觉两只眼睛的双眼皮是不对称的 周女士还说 自从填充法令纹后 她觉得脸变得又宽又大 之前自己是这样的锥子脸 脸特别宽 然后脸部的坠肉也坠下来了 我同事说老了二十多岁 像四十多岁的 这个眼睛塌陷了 我现在就是想让她把钱推给我 再给我修复好 她说她原先是锥子脸 现在是大饼脸 那么其实我从竖前照片显示的话 这是竖前 现在是这个三个月的时候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竖前 对 是的 所以说她当时给我们拿出来的是一个抖音的一个 美颜过的一个照片 所以这个是成竖颜的当时在我们这里竖前的一个照片 其实从照片前后对比上 可以明显地感觉她原先的脸更大 吴经理表示 手术需要六个月的恢复期 希望周女士再等等 至于眼睛睁不开的情况 她认为跟手术没关系 因为她本身就是有这个G5力的一个症状 这个的话是有的 原来是能睁开的 因为是这样子的 从这张照片上面也可以显示的 G5力它是一个病症 这个意思它之前就有了 那你们是数前有记录吗 数前有的 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病例是这样 我们病例已经归档的 如果她需要的话 我们需要她本人申请 现在是这样子 其实多次沟通之后呢 我们给到的方案就是说 她其实她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花了23,360块钱 她说的344还包含了其他的非手术类的项目 她说要一起退掉 比如说非手术类的 是过药酸和受脸针 经过沟通 吴经理答应退回周女士全部消费款项 周女士不接受 要求退款后继续免费做修复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周女士打算通过一条汇来调解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